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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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好 大家好 又是这个毛雨露 Long Hair on Air 的时间了 新鲜滚热了 我相信大家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都是有所谓去留问题 在这个 现届的议员应该留在立法会 还是不接受 这个现任一年的安排 不接受委任 已经咬了很久了 当然 现在最新出了一个 由这个香港文言做的一个 初步的民调的结果之后 现在民主党其实很早就说了 就说是要做一个全面而科学的民调 现在终于民主党就公布了 它已经找了这个香港文言的负责人 是不是 钟建华和钟庭耀 还有呢 可能这个中大的李立峰教授 都会帮忙做这个民调 其实就是所谓的双门栏 什么叫双门栏呢 就是在未来的民调里面 是有两个门栏 那这两个门栏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在将来的民调里面 有一半的受访 这个接受民调的人 是主张这个去或者留呢 那就是有远速力的 而另一个就是在民主派的支持者里面 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主张去滑流 也是有远速力的 那只要其中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个民调呢 就是由这个香港文言 和其他帮手的学者是独立去做的 就是说呢 无论是采样啊 这个问卷内容啊 全部都是由他们独立去做的 民主党就不能够干涉的 那其实在这个所谓双门栏底下呢 那可能大家在前一阶段的争论呢 就会在民调里面 就得到一个民意的这个依托了 那当然民调都有它的局限 那这个在现在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就是由这个民主党自己做这个民调去 去希望能够知道民意的取舍 那而公投做不到的原因 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 就是因为公投在现在这个限聚令 和林郑政权的打压之下呢 其实公投如果在街上做呢 就本身已经是抗命的行为 是吧 就是说 等于在9月6日如果大家 在街上做一个公投去 说我们要投票 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抗命的行动 这个抗命的行动 当然那个意义是大过那个结果 是吧 所以如果暂时在没有这个实体公投之前呢 那可能这个民调就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有人可能就是说 没有这个实体的公投 可能做一个网上公投都可以的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慢慢谈的 那我其实我从头到头都讲 这次的所谓去留呢 其实是必须连续到就是说 将来的还有没有35家这个这样的运动 如果有35家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要促成35家的不同的板块和正义团体 必须是能够在下一阶段都是团结一致 那所以在今次的去留那里呢 如果大家是将对方 视为一个不能够信任的人 或者觉得这个 他们道德上有问题呢 那其实就已经是将35家这个运动 就已经是等于没有了 就是已经不再存在了 那当然你可以这么说 将来35家的运动就是新民意了 但是如果大家比较详细去考量的话 无论去留都是应该由现在主张去留的两边的人 是去做一个新的策略 如果全退的在外面做什么 如果是外面又有一个新的监察议会的这个运动 而里面也有议员在继续留守去议会抗争的话 那大家应该在策略上面是要讨论清楚 这个就是 我经常说的就是 这个议会来外的结合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时候 是能够更加详细去讨论去留的利弊 尤其是是运动的前路 而不是说去定留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会做这些事情 我也会在这个毛雨绿和long hair online 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意见 好了 这个我们的争论不休 是正常的 因为民主的社会意见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呢 在政权来说 就不是的 所谓两岸原声提不绝 轻周耳各万同山 爬爬声 哼哼声去的 这个 这个 特区政府呢 就要一个死任务的 就是要做这个 所谓香港的全民 自愿性的这个测试 要找他们那些所谓隐性的患者 这个我觉得是硬的任务来的 这个也是 但是呢 林郑月娥在这个民望极低 在这个抗疫防疫那里屡次错误之后 是最后的一个救命草来的了 而在大陆那方面都是一样的 因为 但凡这些这样的 奴民伤财 这个资源和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所有的这个 这个暴政和专制都希望呢 在一个社会危机里面呢 是表现它那种所谓的力量 表现它那种所谓的执行力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 你看看这个中国的时候 治黄河 治河就是其中一个王朝的 一个所谓的卖点来的 这个 姓人出黄河清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那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首先讲一讲 现在讲得很牙烟 就是当大家已经是 经过这么多的折腾 是吧 叫你封关你又不封关 封了之后又封点不封点 封了一点又不封一点之后 又放宽回 搞到现在自己都说是 第三期的抗疫 这个 防疫了 是吧 那这个错误是谁呢 人家很多人都告诉他 现在 现在 陳肇始局长就说 就是 就是 赤佬刺杀布 因为呢 他为了做四五百万人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要做 有很多疑点 因为整个 所谓的全民检疫 很多疑点都回答不了 譬如DNA 会不会被人拿去用呢 那些全部的透明度很低 这个安不安全呢 大陆的人来指导 安不安全呢 大陆建的所谓火神山医院 以至到方仓是否可以 是否能够住呢 不知道 是非常之低 是 痴痴呆呆坐在一台 闪门 自己打边路 那就要我们给这个找数 是很清楚的 这件事 所以 陳肇始就说 喂 你们是不是 这个想 这个 限聚令放宽 如果你限聚令放宽 有个条件 就麻烦大家 乖乖地 就算你不自愿 都扮自愿 去响应 这个 林郑的 这个 这个欠媚 共产党的威权 就是这么简单 你出到 《人民日报》讲这件事 是吧 很厉害的 原来 你接不接受 一个检测呢 都是 要过问的 就好像习近平 没东西吃了 是吧 就是这个 杭其生说 吃草食一年 现在不是吃草食一年 是吃饭都不够吃 那习近平 就去说 喂 吃东西 是吧 不要浪费 喂 一个 所谓党的主席 是吧 是 就是权倾朝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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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市场 扔去人 那里 喂 其实不是不够吃 是吧 是你们浪费 当然了 全中国都浸了 一半在水那里 又不见他 有什么对策 是吧 大大大大大大上大人 由衣食住行 都管你 每一次都要 去表达他自己 去 去 undercover 他自己是有此的权力 这就是何由於 是吧 是吧 所以我这些话 吃东西 不是吧 我egev 不夠吃東西關你鬼事嗎 你給多些糧食的供應 不是叫我們不要浪費 就是何不食肉味 所以我們說 在香港這一方面其實都看到的 陳肇始出口術就說 你們不做檢測就限聚你很難 大哥陳肇始 你自己都是假假地做過護士這一行 讀過書的 我想問如果一些專家跟你說 大張旗鼓恐嚇香港人 說你乖乖地做 不是就一拍兩散 一直繼續下去老實說 很多現在失業和做生意有問題的人 都已經火都滾了 你是不是先恐嚇他們 還有一樣 幾身不正何以精人 你看看陳肇始疑似 是不是應該有99% 因為如果不是他被人這樣 說你自己破壞限聚令 是不是 人家那些費用 這個沒有地方去 出來在街上坐都要罰2000元 你看看你 憂災、猶災、猶災、猶災 三個人 犯了這個限聚令 誰理你 如果你覺得不是的 你就出來說 那個不是陳肇始 來的 那個是恥肇臣來的 都可以的 是不是 我又覺得 他這個做法 令到大家覺得 幾身不正何以正人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陳肇始這樣說呢 他還有很多金句 就是別人問他了 他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上一次曾經試過兩天 是這個沒有堂食的 是吧 那些人就在街上吃飯 剛剛下雨 有一點點風 就是看起來非常淒慘 雖然不要說 這個哀雄遍地 大家在街上吃飯 其實有機會受污染的 那個 或者傳播都不會小過在堂食的 是的 人家問他 他說 他就回答了 如果日間禁堂食 基層市民原來沒有地方吃飯 這個情景當然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當然解釋了 跌到地下拉扮沙沙了 我們覺得 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在家工作 但原來禁堂食 才發現很多人還要上班 就是陳肇始教授 陳肇始局長 你是不是在外國做官的 你是不逛街的 你不會知道 這個香港人下午吃飯的情景 就算沒有 你沒有 那你問一下人 派人去微服出秦就知道 問一下就知道 有什麼理由不知道 是不是 刀刀 出了事先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完全是由這裏反映到 他根本都不知道 香港人的情況 有多少人要上班 有多少人不上班 有多少人可以在家工作 有多少人失業 失業的情況是多麼恐怖 是不是 他還說 政府已經即時改變政策 也過了兩天了 看到了 是不是 還說即時改變 你立即改變 還要拖多一天 這個陳肇始的無恥 就是 別人覺得他很蠢 看不起他 但是有另外一個人 那個就叫做羅志剛 覺得自己是陳童的 曾經這個 有一次跑去做IQ測試 拿了160分 就累了一輩子 就好像一個小朋友 在校製比賽的時候 拿過冠軍 自己做過 這個所謂的神射手 就以為他自己是美師 是這樣的 不知道世界之大 我小時候試過做過神射手 我小時候拿過冠軍 我是美師 那個人不是有病 羅志剛 你是不是美師 慢慢說 你看看你自己做過什麼才行 羅志剛當然也是被人偷了 因為禁食那件事跟他有直接的 禁堂食跟他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陳肇始說不知道 那些勞工是怎樣 還勉強說到一些 因為他最少不是負責這一方面的 羅志剛就是勞福局長 是不是 勞福局是甚麼 勞工及福利兩件事 你怎會不知道呢 你怎會不知道呢 就是你那一份 他就在那裏罵人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在那裡談這個 全日禁堂食的時候 從 這個 從來沒有人提過室外工作 和清潔工 從來沒有人提出 其實就是你要提出 你負責那些事 你負責那些事 等於一個打龍門的人 人家射個球過來 他們從來都沒有告訴我 那個球很厲害 那個球有勢 是不是 應該是你去看 打球也是 那個球是我的 我出來接 大聲渴 你還在那裏說 從來沒有人提 其實 就算是 痴痴呆呆坐在一台 這班人 你都要告訴他們 我負責 這個勞工及福利事務 據我所知 很嚴重的 其實這個吃飯難 已經是 很多年的問題 其實那個政策都很好笑的 以前凡是工業區 都會有些 由政府 這個 起 或者 經營的一些 所謂大排檔 食肆的 這個 區域 現在越拆越少 因為 他們覺得這樣做 是跟商家搶生意 已經略少 你怎會不知道 打工仔 吃飯難 你怎會不知道 是不是 他還說 我們真的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他們 但到當日下雨 大家 就知道 原來這麼多人 這麼多 真的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你是不是傻的 是吧 就是等於 這個 如果我 我反過來這樣說 有人提議就是說 在這個政府總部 或者 這個 其他的機構 將 為了 空氣流通 將 冷氣 關掉 它開槍 你不會想嗎 你不會想很熱嗎 不會想了其他的問題嗎 因為你不關心那些人 如果是 是的話 人家問他有沒有內疚 死賊 當然 我會說其他人沒有提我 但責任在我那裡 我們想不到 責任就在我的身上 不可以賴人 為什麼 不告訴我 倒轉了 應該是你告訴別人 不好意思 羅智江 為什麼 這麼頂癮 因為他一生人都不會錯 是吧 他覺得自己是神童 是吧 曾經拿過 這個 學校的 這個 足球隊的 冠軍 也是神射手 他覺得自己是美師 所以別人說 你有沒有搞錯 又快又怪 大波出界 你傻了 我曾經是做過這個 這個 神射手的 你不懂踢球的 哪裏有界 這個 羅智江 其實他是一個 讀社工出身的人 你想想 一個讀社工出身的人 做過議員的人 不是沒有人提他 是吧 因為 數回頭 在這個 2001年 是吧 那時候 又是 林鄭月娥 這隻毒蛾 就是做社會福利處處長 當然他上面 還有局長 就是要搞這個 所謂整筆過的撥款 整筆過的撥款 在其他地方都執行過 產生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整筆過的撥款 引起的就是 因為 我們的社會經常變 我們 對於社會福利 社會服務 的標準 是會 因時而移 而那些人的處境 也都會因時而移 所以 是要 靈活去 調整的 就不能夠 一刀切的 這個整筆過的撥款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不管你 拍一張照片 就是說 譬如現在2001年 那時候你的開支是多少 我拍一張照片 就用這張照片 做一個 這個所謂 這個藍圖 是吧 就是一個 以它為基本 然後 就慢慢 跟著它 去 加些錢上去 但是那個不是因為 我們對於社會福利 社會服務 已經有了更加新的要求 要改善 第二 也不是因為 那些服務的對象 處境轉變了 需要更多的照顧 關顧服務 而是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就由那幫 在社會福利機構裡面 做事的人 和給錢的政府 去商量 加多少錢 加多少錢的話 自然就會產生一個 黑洲求劍的問題 就是說 你在2001年拍的照片 到2019年已經不同了 是吧 如果去到 再過一些 219年更加不同 是吧 那這樣是不同的 你怎麼可以 黑洲求劍 守株待兔 所以產生了一個問題 在這個 所謂 整筆個部份之後 就是那些 有權 有權 坐在上面的人 就是肥上瘦下 就是說自己 可以加自己的工資 是吧 自己可以 做個小金庫去幫忙 而那個服務對象完全 沒有說 而前線的人更加 很生氣 是吧 因為測隱之心 人家有資 或者一個 讀了社工的人 當然是希望我們的社會 對於那個 每一個人 給的社會服務 和福利 是越來越好 因為那幫人 都有份去創造 繁榮和財富 而不是反過來 你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 是吧 就是你小時候 條褲是穿六號的 或者鞋是穿九號 這個九號的 大個都是穿九號 這個真是 削足識理 是吧 對於一個 這樣的制度 這個羅志剛 當日還是議員 還是民主黨的議員的時候 就已經自認很聰明 覺得有得搞的 就跟這個 林鄭月娥拍照 因為林鄭月娥是社會福利署處長 就支持局長 就投票 當時因為她是民主黨的 立法會議員 功能界別的 社工界的議員 更加是 非常之轟動 別人稱讚她 你真是猜不到 在這個 民主派裏面 都有識之士 懂得經濟 當你的 敵人讚你的時候 你就要醒目 是吧 你會知道你有什麼事 寧願給豬讚 是吧 寧願給豬殺 不要給豬讚 這個羅志剛走了第一步之後 就越來越 越閒越遠 是吧 因為她 在這個社福界那裏 劣平如潮 所以她在2004年那一屆 就不選了 就說我回去 雄氏學術的研究 就是金盤洗手 滿手都是血 其實呢 現在話說回來 為什麼張超雄 會回來做議員呢 張超雄也都是在美國 已經在那邊 讀完書 有了自己的家庭 在那裏過著她的生活 她就覺得這件事很差 是吧 因為當時在2003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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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這個23條之後 香港人是經歷了第一次的 這個政治化 也都是看到原來 是要參與這個社會 才能 是要參與這個社會運動 才能夠 改善自己的 這個地位 才能夠 拿到一個 平等的政治權利 所以 張超雄就回來 就對她 她走了 走了 走了就不用了 不用淘汰她 其實如果當日 她是 所以就是這樣的 她永遠都不敢 試過一次 這個整不過撥款 露潮 那麼大的時候 她已經不敢 再在這個 選舉那裏 說拿去那個 這個 選民的這個 授權 去做議員 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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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羅志光 在 現在 就 助就為了 是不是 所以 你會看到 現在她在另一個 的範疇 又是沒有人告訴她 不是她告訴她 就是這個所謂 她的本行 就是勞工及福利局 對她 去 為了 那些 在疫情裏面 失業 或者是 這個 不夠公開 放無薪假的人 做些事情 沒有做的 是吧 大家看到的 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 失業圖來的 大家看到的 藍線和紅線 都是節節上升的 當然 在疫情裏面 這個是自然的現象 是不是 我首先說的 就是說 這個節節上升 是已經 在 我們 這個 我們 市民 在 大聲 呼喊 之下 這個政府 說用這個 抗疫 防疫基金介入了 包括每人派一晚 之後 的現象 大家要明白 首先我要說一說 羅智剛雖然是 勞福局局長 但是他要拿錢 陳茂波 劏房波 就已經說了 沒錢了 大家 不要想那麼多 你不可以長期依賴政府去幫你手 大家要記住 我們差不多用了三千億 用了二千多億 現在搞不行了 他先說沒有錢 接著就到這個羅智剛 是為他拆 敏市 好像一張廁紙幫他搞 那個問題 他就說什麼呢 因為那個撐企業補就業 初初出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說 第一 你給了錢的老闆 老闆會不會給到錢 那個 你想幫的人 因為那個撐企業補就業 原本 講得好好的 就是說 其實是由那些僱主 在那個 他請的人裏面 訂一個月份 作為一個基本 就是說 每個人最多可以拿到九千元 就很簡單 就是說直接 是幫他給錢給人工 現在羅智剛 就又說了 又沒有人提醒他 是吧 那他就說 他說都考慮過的 他說如果把錢給了僱員 就是給了打工仔 然後沒有錢交租 散門 倒閉 那怎樣補就業 現在我跟你說 很簡單 如果你 給得錢 那個老闆去 糾言殘喘 我先不要計 你現在 你已經錯了 你現在要 又說給錯錢 又叫人家白佳和衛康 吐錢出來 我都不要計 這個是很明顯的 漏洞來的 我算你了 給錯錢 那個問題 你不會去幫那些被人炒了 魷魚 放著無薪假的人嗎 你不只是要撐 所謂撐企業補就業 就是要用失業援助金 去幫助那些已經失業的人 到現在累計到多少 累計 現在失業率 是6.1 累計24萬人 這個失業率 一定沒有計到那些 放著無薪假的人 是不是 亦都不會 反映到真實的情況 大家出街是知道的 這樣很簡單 三番四次跟你說 一定要對證下約 如果你支持企業補就業 是變成了撐業主 撐教租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用另一種藥 就是直接的失業援助金 社會民主連線說了很多次 是吧 示威都被他抓過兩次 這個限聚令 為什麼他不做呢 是吧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說 喂 派了錢 白街 為什麼 衛康 要減價 其實也是一件事 就是找些事情來做 你明白 因為他看到市民 會光顧超級市場 光顧超級市場的時候 派一些優惠券 那就叫做幫了手 說阿哥 有個問題 你又跟撐企業 補就業 又是相反的 那個政策效果 就是說如果這個 衛康和白街 都帶頭去減價 去競爭的時候 喂 其他的人又死了 因為其他營商的人 都會受到那個減價的壓力 就是說他們又會 因為你叫這個白街 和衛康減價的時候 是受到了那個挑戰 就是說你那個所謂 要撐企業 補就業 又不行 還有一件事 只有白街和衛康嗎 那些保安公司 清潔公司 保險公司 全香港都是這樣的 不影響 醫院都是 醫院在這個 好像仰和 是吧 明列前茅 在那個撐企業 補就業 拿得最多錢的其中一個機構 那他怎麼吐出來 其實很簡單 已經講了 就在他那個利得稅 那個入手就可以了 是吧 如果你覺得香港已經沒有什麼錢 如果真的沒有錢的時候 你當然是找那些有錢的人 或者 逆市都還可以找到 這個超級利潤的人 或者 是找到錢的人 你就問他拿稅 這個也是 我們講過很多次的了 那個叫抗疫稅 那你是不是先做 你那不是 勞福局局長 吃屎的 還是吃飯的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是看到的 羅智江 我講整個的事情就是說 在現在我們面對最重要 如果這個共產黨說 這個透過這個 所謂全民的自願檢測 去令到疫情受控制的時候 那我想再問 那為什麼你不救人 因為你救人的成本已經可以拆到了 是不是怎麼會說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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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是不是 還有一個問題 明日大嶼繼續的 如果你回去 如果一開會 又會拿五億五千萬 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前期的 這個 基金 就是 去做那些 最起碼的 這個所謂 研究 是 5億五千萬 阿哥 而且你洗濕過頭 就會繼續 所以其實你看到 羅智江的人是怎樣 羅智江其實有答過的 是吧 當然他前任的局長就叫做 張建宗 是吧 張建宗 就跟林鄭外 又是林鄭外 當我們說要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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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保障的計劃的時候 就是 當時的司長 林鄭外 加 張建宗 在那頂著 就說 這個 不行的 手臂很長 香港政府負擔不了 老實說 當日我們說的 都是說拿一千萬 出來做一個 一個基金 成份報告書 全部交給你 改革這個 這個 這個 強積金的制度 是能夠成的 數 周永生 教授 已經拿出來 你就說不行的 自己 自己 自己也交不了 那你想一下 你今天 因為有這個抗疫 防疫的需要的時候 你都用了三千億 那如果當日 你是聽我們說的 已經搞定了 那個 全民退休保障 是不是 就不會現在 搞到這個 退休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是不是 那這個很簡單的 那這個 黃紫江就說不行的 因為 起大橋 起大橋 起這個 東大嶼都會 起這個 明日大嶼是 投資來的 是不是 就這樣 花錢出去 是不同的 說過 你沒有老爸 沒有養的 你自己石頭爆出來的 我們講得明白 同樣天下父母 有些人沒有辦法養到 或者不去養的時候 我們 在這個社會裡面 應該為那些 這個 辛辛苦苦 令到香港 變成一個大都會的人 那些普通的打工仔 他退休 有一個最起碼的保障 尤其是你沒有什麼生的 主婦就最嚴重的 你自己 又說讀書 又說什麼神童 你都知道 在貧窮裡面 在這個退休貧窮裡面 在這個退休貧窮裡面 主婦是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 受害群組來的 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嗎 所以你跟羅志光說 沒得說的 所以我經常說 其實你看回 陳肇始 張建宗 林鄭月娥 那些全部都是 都會痴痴外外坐在一台 所以如果 大家想到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考慮就是說 在未來如果 這個 政府是全部 由那些痴痴外外坐在一台 保皇黨去 這個 溫立法會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是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這個問題上面 大家有個長遠的計劃 不要讓羅志光這個傻子 在那裡扮神童 不要讓他繼續害人 好 其他的事情我留下 明天再說 也希望大家 再說一次 捐款給社民連 或者把這個節目 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 多謝大家 下次見